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焦点视频 翁宝祥法科解码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翁宝祥师傅 各位,我们又见面 师傅,今集我们就讲讲一些手上的东西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看你的样子 可以知道你有很多事情 多来看八字也可以 其实看掌也可以 大家常常看电影也好 又或者在街边也好 拿一只手出来看看 就可以知道略知一意 它一些命理的事情 所以今集我们都想请教一下你 但我们特别知道 找得你,请教得你 就不是略知一意那么简单 就可以知道详细一点 那就多谢工程 至于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其实你们慢慢看下去 你就会知道 因为我自己都很惊讶 师傅 整个教学系统是相当全面 所以我觉得大家将会看得很开心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好了,讲下去 我都会就着几个不同的题目 请教师傅 先讲一下感情 感情 很多时候你想快速地认知一个人 当然看他的样子 但也可以看他的掌 如果我们想认知一些人 他如何感情丰富得来 又常常多变化 其实大家都明白我说什么 爱情生活 对,没错 那怎么能从他的掌上看得出呢 师傅 我们研究掌的时候 就会看到 我们里面有些线 线纹呢 就有管住 我现在 各位看到的 这个就是翻挂掌 我用一个翻挂掌 就画一些线 因为他呢 我就方便爱自己写东西而已 是 例如呢 如果我们爱线的呢 就当然了 就是这一条 的感情线 感情线呢 就代表个人的感情 好了 如果在东方掌上呢 这条呢 就叫做天文 天文 感情线 是管什么呢 那很多东西是管的 感情线 那我们就看看 感情线呢 我们由 他的大概先 就是说 管是什么呢 看你的感情线 当然了 我现在是说要 是要结合其他线的 嗯 结合 其他的线位 那西方呢 就叫做感情线 东方呢 就叫做天文 东方掌上上下 嗯 好了 那他看什么呢 第一就是说 看你的童年时代的生活 因为你出生是BB的嘛 嗯 所以呢 在头那段 这个起点那里了 这个起点 这个起点 感情线呢 就由这里拉上去 去这个位子的 跟脑线呢 就不同了 脑线呢 就由这里出 这里就是尾来的 生命线就是了 这里是头来的 下来呢 这里是尾来的 那这个就是地文 那我们现在这一集 就不讲这个什么了 我们讲的就是感情线 是 好了感情线 一出来 如果结合了你的生命线 结合了你的生命线 是说什么呢 你的童年生活 是不是 那你出生嘛 所以是童年的生活了 大了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你的社交关系了 人世的关系了 哦 接着 中段期间 现在戀爱很早的 是 由这里开始戀爱了 已经 这个位子开始又戀爱了 哦 那这个就是看你的戀爱的生活了 接着 来到这一堆 或者至到尾呢 都是讲你的婚姻的生活了 婚姻到不到了 其中里面 有没有阻碍啊 感情破裂啊 或者要分离啊 这样 这些就是看中段 结合的东西看了 当然 结合的时候呢 我们会结合这条事业线 嗯 为什么呢 如果我事业里面 我中断了的 也就是什么呢 你的环境改变 那这个环境改变是什么呢 第一 在事业啦 工作啦 感情生活啦 那这些就能够看得到 好了 那这个时间要看感情的 就是说我们在这段时间 看中段了 嗯 那这段时间 在这个事业线中断了 或者我在生命线中断了 那我们是什么呢 就是判断 你究竟是为了你的事业 而中断你的婚姻呢 因为为了你的健康 而中断你的婚姻 所谓中断 不要说得太死了 不是说我一定要离婚 或者要分开 只不过就是说 你如果 例如我们举例 对啊 要生命线结合的 我断了的时候 那我在医院里面 那你 硬甜不都是假的 大哥 你天天来医院探我 对吧 对啊 对啊 就是说我们呢 不是说他 只是离婚的 那只不过呢 我们就会看到了 是究竟是出现了什么 那所以呢 是一条线 是要结合了所有的时候 所有的事情 我们才可以判断得到 就是那条感情线了 喂 甚至无论你说 我的婚姻 因感情 因健康 因事业 而有少有分离的 或者离开的 还有 是什么呢 很大件事的 一样 在健康那里 健康问题 是 何解 因为 我们这条感情线呢 包括 在我们的心脏里面 哦 心脏方面 就是我婚姻一样 心脏都可能一样 因为这条线呢 是管理你的健康 管理健康 那这条线呢 是代表还有什么呢 眼 眼 与心脏 哦 这就清晰了 嗯 换句话说 我 在那个 期间里面 可能影响的呢 是我的心脏 眼就还眼了 眼就是说 在那段期间呢 眼有蒙 也有什么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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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看那条感情线呢 如果你出现了 不漆的符号呢 你的眼睛又有蒙 有四方块的时候呢 那我们这个心脏病呢 就会更加出现了出来 嗯 即是你锁住了 你停留了你那里 一个夸夸在你的心脏那里 是的 那刚才你问我 那我就回答你了 是的 究竟在那个 期间 那出现在哪里了 那才是回答人 嗯 嗯 那就是说 那以前呢 那一条线呢 管多久呢 大概一百年 那现在都差不多了 因为现在我们买份保险呢 都是什么 一百二十 是吧 是 那中国人的 东方的想法呢 东方的想法呢 就是说 是每一条线呢 是管一百 九十年而已 嗯 九十至一百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这里呢 就是起点 那来到这里呢 当然呢 那这个 这条线的位置呢 是有很长远的计算的 就是说 我由这个起点到这个尾的时候呢 是管 卦就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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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呢 就不会用一百的 因为我们呢 在十七里面呢 大概是管八十年左右 是 是 那在七十年代的期间 看上的时候呢 那条线呢 就管七十年 那现在呢 因为那些药物呢 是可以延长你的生命 所以呢 你那条线呢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准确一点呢 就当它八十年啦 又不要去到一百 也都很少人一百岁的啦 不是没有啊 是很健康的啊 是 很多人一百岁的 是 是 现在呢 现在你七八十岁的那些 不是很长寿的 那些 是 刚刚 另一个世界开始 是 七十岁的另一个世界 那我们怎么看呢 由起点到尾 我们中段 由太阳子 阿波罗 和宗子 一条分隔线 一条分隔线 前面 本前四十年 哪里为前面啊 师傅 这里 这里就是起点了 起点就是为前面 是 由这一个位置 至到尾段 是尾的四十年 尾的四十年 那我们一条线呢 就八十年了 是 如果你说 喂 我在这里有些三角纹 有些四方纹 或者我条线断了的 那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四十里面的 又再减一半呢 嗯 那我就说 二十岁那时 那为了呢 先生自己准确高呢 那通常我先生呢 就会将这一段期间呢 就会叫呢 你会由二十岁 至二十五岁 又或者 你由十九岁 至到二十五岁 你究竟出现了 是你自己去找第三者 即是第三者找你 是 但是呢 那你可以 不要说那么多 你代表你是准的时候呢 准确的程度高一点的呢 你可以说 你在十九至二十五期间呢 你的感情出现了问题了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也都会导致呢 你们会分开了 会有分离了 啊 啊 啊 当然啦 我们不要希望这条线会走进来啊 啊 这条线如果走进来呢 呢 穿过这个生命线呢 那就不要了 因为这个呢 是会有一个 啊 会结立了 如果这条线结立了呢 就是说 你这一生人 你分离的期间呢 是一个很惨痛的 你一个很惨痛的回忆来的 那当然啦 啊 我们不要希望它有一个惨痛的回忆啦 是 现在这个年代 分手很简单的而已 是 哎 合作来不合作去啦 但是呢 在这里呢 就给你一个 黑骨命心的回忆 那这个呢 的记录在你里面呢 的内心世界呢 就不是那么好呢 啊 啊 分开就分开啦 没什么所谓 是 大家合作来不合作去 那就可以找个另一段恩怨的而已 嗯 OK 那所以呢 今集呢 希望给大家一个资讯 就是 怎样可以看一张奖 而已 感情线呢 那都可以呢 就是分析一下呢 就是 究竟你那个感情运 将会怎么样 或者如果你认识到一些人啊 特別啊 女士啊 認識到一些男朋友的话 第一时间看看他的奖先啊 看奖挺好的 是的 为什么呢 我叫你拿个八字 第一 我说先 职业的不用问了 当然是讲钱 是吧 好了 不是职业的 大家学了的出去问 喂你给个八字 很麻烦 又要开命盘又要成的嘛 是 但是面相和手上不是啦 即时就可以讲得了嘛 嗯 嗯 挺好玩的 但是这一点 嗯 尤其是 嗯 好像我们一年纪 如果我未做职业的话呢 即是说 如果你学了手上面相呢 那些朋友呢 喂 到你年纪大了 那些时候 嚇到不是握啊 是可以 塗烟饭呢 我想呢 你都有人招呼你 是 有人问你 喂 可不可以帮我看看 手上啊 面相啊 可以 那有什么代价 不用代价 你也请我吃顿饭嘛 是啊 我又不要多要求啊 是 那这些大家很开心 那你看一下 社交里面呢 是挺好的 掌上 嗯 还有别人沟通嘛 最方便的 最容易沟通的 就是手上面相 啊 啊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不妨是 就算命理 風水 或者一些法科 也可以联络 聪宝肓祥 要请客客 是啊 下一集呢 要多说奖 但是还不宜受 一切就是健康運 健康 下一集主要就是 kinda健康 生命的 就要就立哪下 好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